大家好 我是巧娘 没有冰箱 西瓜怎么保存 先吃这一个 这是昨天采回来的 放了一个晚上 悄悄再一个咚咚的要熟了 以前没有冰箱的年代 这样的大西瓜怎么吃 现在都是一切两半放冰箱 以前就是这样切 就顺着同一个方向 切成半月形 家里几口人就切几块 当然如果家里人口众多 一个大西瓜就吃得完 像现在这种气候 17度到20度 最好不要放冰箱 那就这样切 每一片都切成半月形 然后这一块就封上保鲜膜 与空气隔绝 到明天要吃的时候 又是这样切 吃三天都不会坏 一道理就是 没有抛成两半 只有一面接出空气 就不会坏掉 这样切出来摆盘 也蛮漂亮 这是乔娘奶奶 从小教导这样吃 这样就不用放冰箱 不用退冰 随时都可以吃